休斯頓動物園最近又增添了新成員 三隻山地斑戈羚羊幼崽開始與公眾見面了 一起去看一看 最近人們可以在休斯頓動物園 每天都會看到三隻山地斑戈羚羊幼崽 和他們的母親們 這三隻幼崽7月底到8月初之間降生 其中兩隻雄性 一隻雌性 山地斑戈羚羊有紅褐色的皮毛 面部有黑白相間的印記 體表的身體部位有黃白相間的條紋 這些條紋從10條到14條不等 而且身體兩側的條紋有不同的圖形 它們的頭上長有略微具有螺旋狀的腳 而且雄性和雌性頭上都會長腳 體型大小相近 身高在1.1至1.3米 山地斑戈羚羊是斑戈羚羊的一種 屬於冰威的物種 它是非洲森林羚羊中最大的一種 主要生活在非洲茂密的叢林中 因為名字斑狗是非洲土著語言 新唐人記者易永齊休斯頓報導 根據說明底下述價格大臺 較為問題 我們都無法輸入